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的双方是四川的王岳飞对河北的赵电宇 尤大师应该很熟悉了 赵电宇是我们河北队的年轻小将 王岳飞好像也曾经在河北训练 双方是以飞向的右视角炮开局 这个进程也是非常的常见 平炮对居 下到这儿 以往的下法有马尔进三 比较常见 还有曾经走兵三进一的 兵三进一这招棋 主要是他想诱使你对兵 如果一个足齐进一对兵 他居八进一采取这种先期后取 因为这个局 洪方认为在这条线找不到好的落点 所以他总想把这条局走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战场 这个也是一种思路 但是常见的还是马尔进三 比较稳正 那么这盘棋 王岳飞居八进一 直接就拐着弯着出来了 这招棋也比较少见 我想王岳飞可能是想考验一下 小将赵电宇的应变能力 对 赵电宇这个棋手也是去年个人赛中成绩非常的好 才17岁 对 第一次打全国个人赛就进入到了前八名 那很厉害 进入到决赛 非常厉害 那么这盘棋下到这儿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变化了 洪方兵三进一 黑方若对足 那么举八进一 那么现在这招棋 王岳飞先走的举八进一 而黑方实际过去棋手恐怕 因为不愿意让洪方通过对三兵来开通车路 所以一般可能会先跳反 这样今后不好实相再待机而动 那么这盘棋 赵电宇走了一个足迹 实际也给王岳飞一个选择 就是可以还原成 还原成刚才冰三进一那个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 黑方也是 双方都是可战的局面 只能说这招棋给了洪方一个选择 而王岳飞可能也出于某种考虑 没有选择冰三进一的招法 走的是 七八平四 但是我感觉如果是我恐怕要走冰三进一了 那你要发挥这个局八进一的作用 他这样弯弯绕出来 感觉速度上挺吃亏的 但是话说回来了 如果王岳飞要是想跟他走成这个局面的话 他可能刚才就直接冰三进一了 让你对兵我再局八进一 有时候对局心理也是很奇怪的 也许王岳飞像尤大师说的 想考验一下年轻棋手 因为这个也是有人走过的 王岳飞想 有人走过我就不走了 我找一些没人走过的迹象 看看你的应变 他不想跟小将走那种太开放的 他想先暂时 先暂时把局面松击住 把子力都出来 然后我振行好 靠自己的身后的功力 来一点一点熬这个棋 但是总感觉他这个棋的出局 有点过于迂回了 那么赵连爷还是很稳正 这个阵型结构恐怕也是王岳飞 想达到的一个 对 也比较常见 不是 出局 他这条线 也就是说当时他没有选择 从三路出局的选择 可能就是想留给自己的右局 这是他的一个布局构思 但是就是这个左局太迂回了 有点 小赵先把自己的两个马走活 那么小赵也很明白 这个王岳飞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特技大师 曾经也在多年在河北训练 对河北队的这个各种阵法 非常的了解 所以也不敢轻易的去冒进 所以先把阵型 稳住阵脚 对 现在阵型 走活子弟 黑方很好看 这个叫单体马 单体马还有一个名称叫七宝连树 这个名称主要形容它就是子子有根 子子有根 非常的巩固 唯一的弱点是中路比较薄弱 只有一匹马 但是呢 这是试相局 对 它没有中炮 试相局没有中炮 所以单体马还是比较理想的这个阵型 红方 冲击 下到这 黑方挑马 这招棋呢 很直接 准备 炮8平6 叫得子了 对 红方虽然双居在河头 但是好像有点略显局促了 也就是说刚才它这一套出子 是不是值得探讨 还是恐怕有点问题的 那么 这是聚三面唯一的招法 继续渗透一下 炮8平6 这个步点黑方走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子力联系性都比较紧密 聚三平4 下一步呢 实战中走的是马六近四 这个小将呢 就是直接越马又对了 但实际上这个棋呢 应该下到这 感觉上是黑方挺满意的一个局面 红方显得略有局促 双居占 居不利显地嘛 现在这个位置就挺显的 所以呢 红方实际 黑方实际现在有一个可能继续纠缠的下法 就不对付先进居 先把这个居躲开 那这样一来呢 红方这两个居哪个居都不敢吃黑方的河口吧 对 而且不但不敢吃黑方还暗藏了一招 炮四锦衣 炮四锦衣 这个你不吃也不行 我要打你了 对 而且它厉害在哪儿 这局还叼着炮 你说现在要跑你只能跑这个局 但是你跑这个局马没人保护了 对 所以这个棋先点一下 如果它退炮打 我再退二 就像你炮退了一步 这个马今后又可能有点小问题 而且呢 还有炮四锦衣 那红方只好把局抹开 如果你躲居 他可能这儿抢了一步棋 他先抢一步 抓一步炮 如果你再说我再起来的话 那他可能这时候回去刊 或者再掌居刊 这样呢 红方好像一无所获 对 好像黑方抢了一些 抢了一些 对 而且他退居也好 你这居等于还不敢吃中兵 这儿老有打马得子的手段 所以这个企业 如果你再回来 不是他退居 你再回来 他哪么再按实战这么下的话 那他多出了一步居 多出了一步居 这跟以后的变化 恐怕都截然不同了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没有想这么多吧 反正感觉上应该是有这个变化 看来小将 有点急躁 还是稍微急躁 想急于简化局面 恐怕也有想立功吧 因为这个期开居 恐怕从步调来 可他也很明白 这红居太迂回了 速度上应该黑方已经不错了 有点反鲜的味道 所以他可能有点急躁了 那么王爷会吃掉 交换 吃掉 那么这时候走了一个居酒平七 居酒平七不是居酒平八 我想的想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他现在黑方的想法是 我阵型巩固 双炮 瞄着你的誓 这个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打马打士 甚至可能气炮打士 再把这事打了都有可能 先打你灯 我再打 你要敢吃我一压 下一招绝杀了 这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他的思想就是打士 那么打士 他就想 洪芳你敢补士吗 如果你补士的话 你补这个不行吧 我一捉马死了 补这更不行了 补这个是一个 这个等于宋沙这属于 这是俩人配合 俩人配合 吃了僵死了 上将就没法下了 所以说他走到这的目的 而不是走这 他就是想希望 逼着你 你不能补士 看你怎么动 你不补士 我今后老保留着打士 我双区站位这么好 今后二路一点 一打士 这个题我恐怕速胜了 看来这个局面 现在对王岳飞 是一个考验了 压力很大 他需要好好的 来盘算一下 如果要是防御 肯定是被动 以他王岳飞的风格 是不合适的 王岳飞也是一个 力量型选手 他这招鞋 也给我们大家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突破思路 金兵 很明显不能吃 如果你吃的话 他泡七斤二 马上就出问题了 将来泡七斤二 这个好像不太好硬了 瞄着温宫 但如果你要是拱掉 他有一个泡打底下 好像可以先吃一个 这样的话 少个像还是有一定的顾虑 所以这个棋进居 那么这个棋 确实马上就要得子 赶紧马斯坚跳出来 那么小江终于得到了打试的机会 这是他如愿以偿 终于打到试了 虚谋已久了 那么王岳飞一看 这打试肯定王岳飞早就预算到了 那他的目的就是你打试不要紧 你只要被俩局都过来就行 先把你堵在外边 那么他打完试的炮得出去 不能就在这儿要下一招知识炮丢了 他呢 腾挪一下 腾挪 小江的计算也是非常的清晰 把炮进二 这个实战当时是走的是炮退一 实际这个棋可以再打一试 再打试你不敢吃 如果你吃 黑方砍马 飞掉之后杀向持居 纳红的崩溃了 那么这个时候红方可能会摆中炮 那么黑的再平炮 这样形成一个对攻局面 红方少打试 但是子力位置还不错 双方这战斗也是很激烈 但实战中小江下的还是比较稳健 但是感觉上可能还是 他觉得这边已经很好了 炮丝推一 可以把这像也破掉 但是可能打试这招更简洁 更给红方更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平均并不怕吃 吃我上架 你那鞠出不来 炮丢了 所以这个棋 黑方先拱得实惠了 对 百中炮 吃炮 退炮 完了这个时候补一手 虽然现在黑方吃了对方的这个事项 但是红方的站位太好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攻势 那么黑方也不想 就是这边鞠炮在这下折腾 赶紧跳马 要增援一下 增援了 因为这边的鞠炮暂时被封死了 对 进化一打 充足 准备对这中炮也有一些威胁 那么红方也很明显 我不能让你威胁到我的红炮 这是我的攻击的这个砝码 对 那么杀 老师 再退居 这一系列变化好像黑方占了很大的物质优势 但是红方实际已经暗暗的又有它的蓄谋了 杀象 杀象 这个棋红方的子力也很集中 对 也是很可怕的 对 那么双方就看拼这计算力了 平居 进居 准备杀中士 杀棋 这个棋非常厉害 那么唯一的一招 只有退马 那么下到这 可能前面的战斗双方都很激烈 那么走到这 可能时间原因 王特大有所误算 可能忽略了一个变化 那么实战中走的是炮九平六 实际这个棋炮九平五就赢了 炮九平五如果你现在打相不行 你踩炮可不行 这直接杀死了 如果你掌鞠 它有一个现鞠 居先离开险地 你得躲 你无论怎么躲 踏马三进二 下一招进马 眼看着 黑方没有办法 看着绝杀 对 那你只有棋鞠砍 那这个棋马上就不行 你现在还不敢砍 你砍了 他中士还吃了 所以这个棋不行 如果王爷飞一走炮九平五的话 对 赵剑宇这个汉队下来 估计够呛了 如果现在还有一种是这么堪 但人一个巧招拿这个吃 你还是不能吃 你不能平 你平他这么蹬你 你要平边上来 他可能踩这个 这儿要填进去 你还得退居看 他一沉笔鞠 你就要拿走了 一沉笔鞠 你要是挡这个 他打一僵 僵死了 对 所以这个棋 到处是杀起 到处是杀 当然了 这个棋恐怕也是 由于时间的紧张 我觉得王特大可能是看漏了哪 黑方平足 这是一个巧招 对 我估计他以为这招能绝杀的呢 但是刚好不是 为什么 当你吃的时候 他可能以为这能给 砍中式 吃了 他以为这个炮正好手上 你僵不了 你僵打了 砍这时候这儿还有一个炮 对 所以我估计他这个地方 可能是有一个漏蒜 这个呢 跟时间紧张 有很大关系 那么下到这儿 那么小赵肯定是 十三米四 这时候王冶飞发现了 说坏了 这去做了 那没办法了 腿炮一打 那么以下的招法呢 这个 赵电宇下得非常的清晰了 完了 进居 一桌 这一杀就全吃光了 所以赶紧补试 杀下 赶快回来对居 杀掉 吃掉 到马 我特别 完了 瓶炮 准备争取一些机会吧 进居 打姜 老象 杀掉 抓 这也没有办法 被牵死了 咱们抽姜 吃掉 杀掉 进居将军 退市 那这时候小江看清楚了 这个企业 居兵对居士 是必胜残局 而且还有两个冰呢 退居一吃 只有守住 只有守住 然后充兵 完了 不是 不是 完了是 退居 退居 先打一将 先打一将 对 先打将 然后一退居 不是退居 这样的 一吃一瓶 他先走了这个 先走了边足 然后补试 这书充足的时候 平居 对 然后他打一将 打一将 然后退居 然后是打一将 一退 退的居是 完了 退到寻河 完了 黑方 一教室 他直居 打一将 一退 再一桌 一将 一补 一队兵 吃掉 然后再一杀将 一补试 然后退四 对 完了 居一退三 然后冲足 冲足 帅五平四 再一冲足 下到这儿呢 王远飞一看 这个棋大势已去 马上人家要做中足 对 形成绝杀 非常遗憾 这个王远飞 在胜利在望的时候 对 失手 对 最后失去了 这盘棋的这个胜利 对 也导致了四川队 输给了河北 对 我们也是 这盘棋 赵建宇呢 也是赢得比较幸运 对 所以说 可能对四川队 是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 不小的打击 对 因为这个四川队 确实豪华阵容 对 结果呢 被河北队击败 那么河北队 也是非常幸运 在以后的比赛中 也是发挥的 非常的稳定 对 最终爆了个大冷门 是 我们也是一匹黑马 一匹黑马 好 那这盘棋先介绍给大家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好 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 介绍第三轮 女子组的一盘比赛 对 这盘对局呢 是由黑龙江的特级大师 王琳娜 对阵浙江队的小将 陈清廷的一盘对局 王琳娜是一个非常 著名的女子棋手 对 双方也是以飞向开局 飞向的攻攻 陈清廷应以过攻 左炮过攻 对 左炮过攻 那么陈清廷呢 也是浙江队的一个新秀 这个也是实力不容小觑 187 187 出击 平二 祖七进一 祖七进一 阴七进一 看来这个成名棋手 这个对于小将来说 喜欢搅斗一下功力 对 因为像王琳娜这家的棋手 是经验非常丰富 他是想以自己丰富的 这个经验 对棋盘的这个认识 来在不战而驱人之兵 不要冒太大风险 因为小将的冲击力 也是很可怕的 对 平炮 G9平3 这个其实 以往这个棋可以先飞个下 那么这盘棋呢 小将也是迅速出局 想展开这个队攻吧 但是呢 王琳娜下的非常的稳健 重兵 他不给你开通的机会 一下 下到这儿呢 那个正如刚才 这个犹太大说的 老棋手跟小将 斗比斗功力 他的目的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 小棋手的成长过程中呢 这个攻杀是他第一个要训练的 而这个对局面的认识 恐怕是以后通过丰富的比赛经验来形成的 积累的 积累的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 这个确实 下边这招 黑方在出子的次序上就已经出现了些许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 稳健的下头还是应该跳个边吧 如果你出局 他出局 这样呢 根据形式 我或可对局 也许我可能还封局 反正这边大家这么吊着 我也不动 你也不动 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完了我这边的马还比你活 对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我保留这个 如果你抬局 我再跟你腰队 你不抬局 我可能还趴着进入风上 今后这是不是还有视角打你的种种手段 有点带敌而动的 对 你不抬局 我不对局 对吧 那么呢 这盘棋呢 当时是走的这个 二平三 次序上是略有问题吧 那么出局 出局 马尔进一 下一步棋呢 就下得非常的老的 这一条线的对抗呢 现在黑方好像略微的占有上风了 对 因为他具有根了 好像便宜了 但是就在你觉得你有优势的时候 我这好像 轻轻的躲了一下 这好像给你卸了劲了 对吧 本身大家是顶着劲呢 我突然间我给你卸了劲了 你来吧 那这个时候黑的却有点尴尬 你不拱他过去了 但是你拱了吧 人家 这个鞠杀过来 鞠把你牵住了 对 那么下到这儿呢 黑的子力显得有点略微低了 对 那么没办法 还得对鞠 还得对鞠 对鞠吃掉 杀掉 那么现在 红方盯给你 基本上 子力阵型 红方已经就位 对 现在因为红方的这个鞠位比较高 比较高 黑鞠太低了 而且有点受牵 现在 那么赶紧 他也想把阵型顶起来 对兵 王格纳也不着急 先把双马活跃 对 下到这儿呢 这个棋 确实是从出子速度 还有阵型上 都是红方明显领先了 对 实战中走的是 居三平霸 实际上 这个棋 它可能要是 顽强一点 是不是能顶一顶 完了 我赶紧把这鞠 长个巡河 我别老在 二路在那晃来晃去的 是不是 这鞠的威力这么大 咱们总是 最起码是个巡河鞠 然后再把马跳起来 巩固阵型 可能还有的下 虽然确实是 红方好下了 红方最起码跳起马来 可能能吃个冰什么的 但是这样可能 能顶一顶 但是这盘棋 它没有这么选择 它选择了 居三平霸 继续在第二路游荡 而这个点 确实也没有什么 太好的方向 对 那么红方 我还要就班了 红方就按部就班了 对 准备 我就先踩个边兵 占点小便宜 跳马 马二进三 那么 炮六平七 炮六平七 干扰黑方的布阵 对 黑方停泡 红方 黑方要布平炮 好像这马要跳起来 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 对 他跳起来的 应该有马八进六 马八进七 或者是不是还有打你的手段 反正比较尴尬你 所以他这时候可能先紧这个 他也不愿意让你压进几斤 那么这时候 红方鞠三 我觉得这几步棋 王林大处理的确实挺好的 非常的老道 而且这招棋 给黑方出了个难题 你到底敢不敢补这事 实战他没敢补 实战中 他是炮六平四打鞠了 但是露出了三路马的破绽 实际这个其实可以不是 不是 那他在担心什么 他可能是担心这 这个确实不太好硬 做完这个 但实际这时候 在非常局面下 黑方可以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 进居 按说这个位置不应该来 居不立显地 对 我们看着很玄 随时你跳跳马什么的 都是个闪击 但是现在不怕 因为你这个马在这 他一跳 我可以居八退二 腾挪 他跟你交换了 如果你要是退这个 先跑 他有可能退个二楼炮 这样你就不能压我 你不能压 压我炮二平三打 炮二平三打 你打掉这个 把马吃了 一交换 阵型还都差不多 黑的手盘合起 我想陈晴婷对这盘要求 也不会太高 面临王丽娜这样的劲敌 合起还是满意的 合起已经相当满意了 确实实力上也还有差距 其实这么下 就是还有一些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拿这个炮来打的话 它还有一什么巧招 登居 逼着你来捉霜 你捉霜的时候 它这是个先手 还是这一套 对 关键就是因为这个炮 跟这个马是有关系的 有的联系 所以它通过这样的巧招 好像都挺悬的 这个子 但是它晃来晃去的 你还拿它没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可能是 也是一个算是危机处理的一种方法 但是实战中它没有找到这个方案 走的是 平炮一打 这样确实露出了一个破绽 这一打 这马没地儿去了 退马 这是无奈 那么这个炮又成为了人家的攻击点 这样王林大这子力顺势而发 黑方已经非常被动了 炮四平八 炮四平八 先过来 闪一下 准备底线偷袭 但是这是不允许的 平炮 还有炮八平三 八平三 你看它晃来晃去 它又回到这位置了 但是这个位置跟刚才已经截然不同了 好像黑方没有怎么走 黑方好像就只走了这一步 这马从这儿变这儿了 这俩的位置差不多 然后就没走进去 而弘方的子全铺上去了 弘方的子 炮位 马位全都变了 所以这个旗已经非常危险了 弘方 马踩边兵 这就是要占便宜了 黑方打掉 弘方打掉 现在这个旗非常尴尬 那黑马无处可去 子力真是难以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也 年轻旗手就是不甘于寂寞 说我得了 我反击吧 这个忍自心头一把刀 不好忍 不好忍 这个旗也确实没法忍 你再忍它 小兵过河 它欺负你了 是吧 反正它东西多 一点点欺负你 所以它干脆 我就跟你一决雌雄了 让王林纳跑去平炮 黑方平炮 她就是想来骚扰你 你这马不动 我那马不好出 对 是吧 那么打姜 姜 推向 推向以后 王林纳一看这旗 她非常的老了 她也不躲马 为什么呢 这个旗 你的位置太差了 而且我兵种好 你要换了的话 对 换了剩两个马 而且你这马还出不来 是 所以她就 过兵就允许你换 对 那么 举八平四 举八平四 我就是她也没有办法 先就做个防守吧 今后有机会 是不是不能把马上来 对居也好 怎么也好 削弱这个攻势 那么 洪方 下边呢 王林纳给我们展现了一个 非常精巧的攻击战术 向其进武 他送给你捉双人的机会 这段旗非常的精巧 他并不是说一般的旗手 我踩个足吧 我的旗也挺好 对 但是王林纳这时候 走了一个非常巧的招 踩双 不 捉双 让你捉双 让你捉双 然后他马八 马八退六 那么一眼看去 这不是丢子了吗 对 这个旗呢 好像是确实丢子了 但是呢 他可以先旗后取 他退居一桌跑 现在这个旗 黑方如果逃跑 不是 我乘个底炮 他只要一捉马 这个旗马上就吃灰子 这马 你这老将还得逃跑 逃跑的过程中呢 可能这兵啊 什么象啊 就都丢了 所以这个旗 当退居捉炮的时候 黑方呢 很明白 很明白这个事情 他一看这个旗 这个马太厉害了 他呢 就气还了 当场就气还了 那么 红方吃掉 黑方平居一桌 那么平居一桌呢 马钻进去 黑方一跳 下到这呢 红方优势非常的巨大 但是呢 王林大到这时候 可能优势意识太强了 他实际平平拱圈马 就应该很轻松了 对吧 可能跟最后结果差不多 但是呢 他呢 这时候 居酒平八有点结外生枝 实战中呢 这个 曾经平忽略了 忽略了他的攻杀手段 退马了 实际这个时候应该捉马 对 你只有 这马没地跑 只有交换 交换再吃 他再把兵看上 这个旗发展下去 红方取胜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的大 对 但是呢 毕竟现在你只多一个 是不是 以后这两个兵 到底怎么处理呢 还不明朗 所以说 虽然这旗红的 还是有机会 很好的局面 但是恐怕就 还有一些周折 稍微增加了 增加了一些 不确定的因素吧 对 因为他 但是他实战中那样下 几乎就没有给 同方难度了 结果呢 陈经廷也没有发现 王林娜的这个 攻击的巧招 退马 这是一个 一将 一退 到满间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战 对 这时候杀齐了 我想观众朋友们 也看到了这招 巧招 弃马 现将 下到这 陈经廷直接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棋肯定不能下去 这下棋一将 你只有垫马 白吃一个 还是杀招 如果你要上来 它有多种下法 一种是最简单的 我把聚集吃 你就认了吧 是吧 还有一种 追求一点的 是走这个 然后再捉这个 也是一个绝杀了 所以这个棋下到这 就认输了 陈经廷认输了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两盘棋 也都有一曲同工之妙 对 这两位老将 都是采用的飞向剧 只不过王琳娜 她的对手 陈经廷好像应对的 不够老练 本来还有一些 更顽强的机会 对 好 这盘棋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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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